昨天買的 今天已經多了 好像眼鏡 可以確保照顧你需要的皮膚 我覺得它這個模式裡面 最有效的模式就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Pani小馬 今天又來做一個開箱 這次想來開箱我這個 昨天買的 今天已經多了的 LED Mask 為什麼我買LED Mask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護膚產品 尤其是本身傳統的 例如Paper Mask 或者是Gel Mask 那種 我也覺得不太方便 因為其實敷完你也是要洗臉 現在科技日生月異 會越來越多一些電氣的東西 可以令到你的皮膚更加好 之前就看到網上有提到這個LED Mask 我就去搜集了很多不同的資料 最後就選了這個 其實都是要試的 坦白說 每個人都不同 都是看別人的介紹 我看了幾個YouTuber有試用過 所以我就試試這個LED Mask M.I.I.I.N.2 是韓國的筷子 是韓國製造 今天就開箱了 然後我就試用一個禮拜 再跟大家說一下試用後的感覺 開箱 這個真的超快 折了就是三千八百多元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一個 機器來說也不算很貴 我現在要研究它 怎麼可以拿上去 把它放上去 這個是我自己給錢買的 我都很想有贊助 它是這樣的 其實我經常覺得好像I.I.N. 為什麼我看中這個呢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顏色的燈 不同顏色的燈 都是用不同的皮膚 而且它可以單角App 選擇哪一部分 就是可能鼻子可以用某一種光 臉盒可以用某一種光 顏頭可以用某一種光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的 而且它好像可以做皮膚的分色 是,很多筆寶紙 這兩口很大 我這樣就看不到 怎麼開箱呢 其實拍開箱都挺不容易 還有日常和類似風味 還有雷史風UNG 還有類似風味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面穿 還有這個面穿 還有一些配件 還有這個面穿 幫我接著 收到的時候呢 就可以開啟器 那可以下載這個App 可能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稍後再研究一下 還有擦電 還有這個應該是綁住這個位置 這些LED面膜就是不用擦任何面膜 洗完面就可以馬上敷上去 待會試給大家看 先擦一下電 回來後洗完澡 剛剛就擦了一陣電 先試一下這個面膜 先看它的APP 開了這個APP 可以選擇這個地區的天氣 它有推薦皮膚管理的模式 好像鋼鐵 這樣放近一點 開頭會以為它很重 誰知道都還好 沒想到很重 剛剛的配戴 我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就加上它 直膠這個位置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它有分不同顏色 紅色是彈性抗衰露 綠色是鎮靜皮膚 藍色是油性皮膚護理 黃色是美白提亮 紫色是深層清潔 藍色是保濕 總共是敷十分鐘 可能我每一個顏色敷三分鐘 加了一個顏色就好一點 沒那麼動來動去 OK 現在就開始了 現在就是 紅色先 好 已經敷完了 敷完 敷完最後這個保濕的霧 之後 就敷了它 好 那我第一次的用後感 剛剛開始是不太食用 其實是挺舒服的 因為它有點暖暖的感覺 但保濕的程度 我就覺得不夠 因為我現在都會覺得 我的皮膚是有點乾的 那接下來我再試一下 看看那個情況會如何 那最後呢 我都用了一個月之後 我才再拍這段影片 其實試呢 是真的要試長一點 才可以知道那個效果是怎樣的 我不是每一天都敷它的 我就是基本 都算敷得挺密的 講一下它的好的地方 那我覺得真是方便的 因為呢 你可以戴著它 做任何事都可以 不可以到處走 都不需要再去洗臉 開頭呢 都未用得慣 所以為什麼一個月之後呢 因為一個月之後 基本上你用慣了 你就會知道 這個東西好不好 那它呢 就會配上這個 這個東西 和下巴這個位 它就可以配上你的臉型 因為如果你的臉型 不是那麼大的話 這個位置是托不住的 眼睛會像頂住一樣 因為它這裡有個护眼的位置 防止那個LED 會射到你的眼睛 所以呢 加上這個墊 會好一點 而且它又可以用APP控制 可以局部去照顧你需要的皮膚 我覺得它這麼多的模式裡面 最有效的那個模式 就是深層清潔 和去暗瘡的功效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試過 那個暗瘡 敷完那個暗瘡模式之後 就是那個暗瘡第二天 燒得很快 當然不是完全 或者立刻很翻身 起碼是燒了的 收毛孔 還有尾巴 我覺得都有點幫助 但是也不是說 那麼短時間 應該就可以完全做得到 我暫時看上去 其實我的皮膚是亮了一點 還有磨孔是小了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保濕功效 不太好 所以我就會配合保濕的產品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之前我也推介過的 Banner Casier的 螺旋液靈眉肌系列 敷完這個面膜之後 所以我就會把它插回 這個 serum 還有這個霜霜 做回一個保濕 幫助對這個電子產品 可以防藍光的傷害 如果想買這個 serum 和霜霜的話 可以到下面 Info box Face & Live Generation 那個Instagram DM他們的 用我的Pomo Code Pony & FG 還可以有九折的優惠 好 這個開箱的影片 來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器也不錯 當我好像在家裡 已經可以做到美容的機器的效果 不過你一定要持之以行做 不是一兩次就馬上有效果 我都算挺推介這部機器的 但當然它不是所有功能都很好 所以大家就自行掙扎 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這段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